今天要做好吃的煎饼 首先要把面团先倒进去 然后把面团均匀地擀开 接下来往中间打一个鸡蛋就可以了 鸡蛋也要均匀地抹在面饼上 再在面饼上撒上葱花 把面饼翻过来 把酱料均匀地涂抹上 要仔细涂抹不要有空的地方 现在在酱料上放上生菜吧 在生菜上面继续放上培根 再在上面撒上芝士 最后撒上花生就完成了 这个真的很好吃 吃得太饱了 谢谢